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 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的分享 就是有别人送的 然后有我自己用了一段时间的 然后有自己买的 首先就是这个卡湿的一个出头水 然后是苏蜜送的一套礼盒 当时打开的时候都惊到了 这个包装确实是有一点华丽 它上面还香了那种小钻 好好看 感觉很贵 这个瓶子看起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个五件套 谢谢 然后呢是帽子 还有一个颜色 这只也 其实也有个小熊 这个是我自己别上去的 这个是我快吃完的一瓶腿黑素 就说这么点了 其实我不太 建议大家吃腿黑素 但如果 跟我有一样的就是那种不睡 略有一点点困难 会容易 焦虑啊 或者是容易心情不好 就是脑子里想的东西太多 第二天又有急事 必须要早起的 那种你们可以吃一粒这个再睡觉 就睡前半个小时吃就可以了 一半都是穿它再刷牙 还有这个也是 我吃了一段时间的 这其实我回购了 已经有很多很多瓶 这是日本的一个维生素B 这瓶我是买错了 最早 他们家有那个黄色盖子是维生素B加C 然后这个招子就拍错了 这个是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到的 是一个粘在那个镜子上 然后擦镜子的 我就买了一个 它这个猫爪子都印歪了 真的是敷衍 但是确实是挺好用 它那个水渍 这个是很好吃的一个螺丝粉 我当时是觉得肯德基的那个螺丝粉特别好吃 我就吃完之后去买 然后他说没货了 就像淘宝搜同款 这个味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实里面配料还是不一样 但也差不多 这个很好吃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螺丝粉 好了 没了啊 再见